我晚點跟他們開市場會議 好,再見 對不起,約了你們出來 還顧著說電話 不要緊,不過那邊公司好像很忙 對,有很多事要處理 他們在催促我回美國 什麼事? 快了,等我處理香港的事 我就要回去 你在香港沒有生意,要處理什麼? 我要處理的事,沒了你不行 好 Mandy,嫁給我 好嗎? 我很清楚自己需要什麼 我需要什麼,我就會努力去爭取 況且我在香港逗留的時間又不長 我不可以慢慢等 我沒想過會這麼快 這麼快就不等於不動 不過今晚有很多人一見鍾情 都可以白頭到腦 何況我和你又不知見過一次 我嚇倒你嗎? 對不起,可能我太急信了 你沒有嚇倒我,不過突然了一點 那你是不是真的答應了? 你可以給你一點時間考慮嗎? 可以,當然是可以 戒指你先保持著 等你慢慢想清楚,再回答我 對了,過兩天我住的酒店 週年慶典,他們辦了一個賣賣 到時候會放煙花慶祝 還會送些香檳給貴賓 你可不可以過來跟我一起看嗎? 好,在哪裡? 在我的酒店房 到時候我們一邊喝香檳,一邊看煙花 你又多能玩? 好,走店房 我希望到時候可以給你一個答案 小姐,你知不知道你正在跟人家說電話嗎? 我不是說我很忙,你有什麼快點說 我想問你,你收到那個羅伯妹沒有? 什麼羅伯妹? 甜姐早兩天給你一個速遞 是嗎? 你別這麼無心裝載 你媽說你小時候很喜歡那個 她很辛苦找了幾天 找了幾條街才找到給你 那她豈不是多餘,你那我十二歲嗎? 她只是想哄你開心 你收到沒有? 沒有 沒理由 就算你沒收到也好 如果甜姐打給你,你又說收到 很開心,很喜歡,知道嗎? 為何要我說謊 為何你不可以說美麗 就謊言哄你自己的媽媽呢? 早幾天你挖離槌地收她的線 她不開心了幾天 你就知道了 你媽媽一不開心就找人訓話 你也不想我們耳术受罪,對吧? 好…為了你們的耳术,我哄她吧 那倒是乖 新闻,正在做事嗎? 不是,我和晴晴在打電話 她說想和你聊幾句 來,你坐… 晴晴,你怎麼樣? 我寄了一個包裹給你,你收到嗎? 我知道了,爸爸妹妹,收到了 很有趣,我喜歡 那就好了 看看你,整天只顧著做事 整個樣子都做得很殘忍 你不過整天只顧著做 要記得吃東西,要顧著自己的身體 不要緊,你現在已經長大了 你自己有分數了 我不妨礙你做事了 總之你有空的時候 你記得打個電話給我就可以了 明天是星期日 其實我也有些時間 我明天再打給你和你聊 好…明天你打給我 我早點吃完飯,我等你電話 再見 再見 來了…有電話 真棒,大先生 真棒 阿瑜姐,阿蚊和阿King他們去哪裡 余先生和阿King出去工作 阿蚊還沒回來 他們一定沒口福了 不要… 留三個給他們,讓我倒下 好吧… 昨天是糖水,今天是蛋撻 甜姐的心情真是很好 晴晴再載姐姐 兩位女兒沒事就這樣嗎? 沒錯 好,總之大姑娘現在當成了晴晴的家長 那就不用再當我們班長 天下大平 謝謝… 你怎麼看見蓄帝退回來的 是甜姐的? 給我… 你也聽到是甜姐的,怎麼這麼多事 甜姐,見蓄帝退回來是你的 我的? 看一看 這個包裹是寄給晴晴的包裹 怎麼會打回頭? 打… 為什麼?是不是寫錯地址? 是,你多手,門牌多寫了個號碼 所以要寄回來,阿蕊 真是的 你看看你的論盡得很奇怪 什麼? 退回頭,晴晴又說收到的 是? 說不定這麼巧 有人寄了這樣的公仔給她 說不定這麼巧 有人教晴晴說謊說收到呢? 有時善意的謊話沒所謂 你看看你馬上開心了 大家又有蛋撻又有糖水吃 你好,我好,大家開心了 好… 不理你,改好她,馬上速遞過去 不要了 姐姐,不要了 你今天真是赤爆了晴晴說謊 她很糊塗 是呀,那怎麼樣? 這麼辛苦找到個公仔 阿蕊,不如這樣吧 你收回這個公仔 然後你還給三千元 給Summer,好嗎? 不是吧?一個公仔三千元? 你也說貴了 人家說發財就是納品 你也調得這麼貴小 你也做善事嘛 你也會說人家說吧 人家說,數還數,路還路 一單還一單 三千元 我只是說說而已 你願意就世界變了 沒所謂,我都說送給你了 你也說要看照片 是呀,多了嗎? 走呀… 我還是要跟她說清楚 很合理,我想不用再改了 是呀 但如果可以試一套水晶手飾就好了 這家手飾公司說想做得更好 他們希望今天立刻趕來 阿蕊,有叔弟 就說就到了,看看手飾 我先拿去 好漂亮 對呀,水晶得漂亮得像真的 那個扣好像有點不穩 不是呀? 是呀 我叫手飾公司那裡 再發個好看點給你試 我想今天試不到了 要預約第二天了 Kendy,你先幫我招呼莫小姐 好,我走了 你跟我出來,我有話要跟你說 是呀 來,你先看照片 我們寫得漂亮一點,漂亮一點 好合適 姐姐,你送給我的嗎? 我把卡寫得明白 Ashley說希望你喜歡 更希望你今晚用來扶藥 用不需要這麼大手筆呀? 真是一件東西 還有你這件,限定幾萬元的 你知不知道嗎? 這雙鞋子,我牌子很喜歡的 究竟你今晚約了你幹什麼呢? 要穿得這麼隆重嗎? 她說今晚去她酒店房裡看煙花 媽媽,順便要我給她一個答覆 答覆她是什麼? 她向了我求婚 那顆鑽石很大顆 那…你是不是會答應她? 我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你又戴著戒指? 這麼大顆鑽石 是女人看見都不會抗拒 否則你不會不答應吧? 我看就未必了 為什麼?Ashley,她又英俊又有錢 又夠萬元 你不會真的不嫁給她吧? 我做了這麼多年大琴 見盡這麼多新娘子 誰是從心裡笑出來 誰是真心喜歡新郎歌的 我一眼就看得出了 但你看看她,一點開心都沒有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別人? 突然中了這麼多寶 當然會有點呆一呆 給她一點時間消化一下 我保證她遲一點半夜都笑醒了 阿敏,我今天早點放你走 你回家就做個面膜 煩得漂亮,今晚去找Ashley 說不定今晚之後 你就是燕窩王妃了 去不去好嗎?你不是穿著才吃 又說不去吧?這麼耍耍 好,聽天由命 公就去,自就不去 是 你還沒走嗎? 差不多走了 這條皮肌很漂亮 我幫你戴,來 好… 你今晚很漂亮 時間到了,叫人家等就不要了 快點 走… 找一個嗎? 對,Ashley和阿敏的照片回來 你過去看看 阿敏呢?叫她看看吧 等於是她有飯 不行,我放了阿敏早走 放她失身,對不起,是裝身 你的樣子這麼壞,不回去好東西 我的樣子有多壞?超級好東西 Ashley約了阿敏去她酒店房 看煙花兼求婚 阿敏 求婚不是吧?有點不妥 她們什麼時候發展得這麼快? 有什麼不妥? 人家Ashley趕著回美國 當然想速戰速決 阿敏,對了 今晚她去別人的酒店房 跟人家下病,那就是她的人 這件事真是十罵九尋 阿敏她想清楚了嗎? 不用想清楚了,是嗎? 現在這種年紀 飛現這種東西過來,損盤了 應該飛撲過去 總之呢,我們要做定人情的了 不知道這次要不要去美國那裏喝嗎? 我怕坐這麼長度飛機的 哈嘍,北美的朋友快點追蹤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吧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天更新,隨時隨地 追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